包括所有基金 除非 大家好 今天是2月13日 回到CME全力支持的 途表战斗员时间 见到港股进一步上升 上去28,500 近四个月以来的高位 相信主要原因是市场 刚刚打了一些新闻 都说市场是憧憬着 中美贸易协议 明天和后天就会开会 预期会谈到 或者是对市场来说 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而令市场推到这些水平 但到最后也算是缩多的 那期货落到28,400 收在2,497 大市成交是1,210亿 有多久没见过1,210亿 即是多成交 大成交 大成交 大升 下一步会不会再延续的升势呢 这就是关键了 那看看有什么数据 今天是星期三来的 24分钟之后 它在这里写 那中国就有一些叫做新增贷款 新增贷款 M2Money Stock 去看看那些贷款会是怎样的了 那很惯预期是2,970 那接着就是轮到英国 你看看全部都是那些核心消费 CPI 还有PPI 全部都是在53分钟之后 53分钟 大概是在 53分钟 4.7 即是5点半出 5点半出 那看看数据会不会影响英镑 我们看到美元缩下来 英镑会不会见底回升呢 数据会不会做得好 使市场去考虑 就是说其实经济平不是那么差呢 那鲍威尔 美国FED主席 联邦储碑的主席 都说其实他看不到 美国的经济是出现一种叫做衰退 那经济还可以叫做强劲 所以令到股市 昨天的美股 哇很厉害 上到2万5500 今天的期货 基本上只是intraday 都抽了500点 Donald Trump 又最主要都说 国会里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 达成共识 就签了一个条款 关于起围场那里 那叫做 对于关闭的政府部门 这个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对于美股 哇 你好似看到世界多么美好 回到一个月前 或者是两个月前 在2018年底的时候 多么惨淡 现在是两个世界 好了 接着看看有什么数据 今晚还有房屋的permit 还有美国也还有CPI 哇原来今天很多经济数据出 接着10点半原油库存 我们看看 那些库存对油价 但油价卡住在中间 没有什么上落 说回纽西兰 今天纽西兰出了数据 unchange的 但是unchange之后 应该是在 那个statement那里显示了 其实经济都不是那么差的 令到柳子一口气抽上去 我早前也有跟大家说过 柳子是做得最好的 这么多只对于非美货币来说 柳子是相对强的 强过澳洲 强过Ulo 强过英镑 Inflation Expectation 2% 接着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数据 没有了 这是明天日本的GDP Quarter 4 明天看看纽西兰央行会说些什么 回到图表 你看到黄金 叫做反复 站在这里似乎不上不下 继续维持着 冲完上来的反复整固之间 上星期在1319、1302 今个星期最高 做到1314、1303 越收越窄 典型的回途 典型的反复上落阶段 甚至乎你们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看到一些图表 所谓的旗形去整固 就是这类型 它开始叫做反复 问题就是要用多久的时间 在走势上 仍然还需要一段时间 可能整个星期才有机会 再下一步再冲上去 看看眼睛 眼睛也叫做想不到 轻微走下来 我们希望买回低一点 暂时来说 现在正在做15.72 看看有没有机会 走回到15.3左右 15.4 15.3、15.4 这些水平 买入银子才是直拨率高的 看看借银子 借银子算是反复一点 前日最低做到51.23 现在缩上来 昨天也算是高的 上去54元 不过如果你细心一点 我们一直都说 在这个黄色这个搜里面去做 下面因为这个是0.236 和0.382的中间 它是在反复上下 上又不是下又不是 那么最好做是什么 最好做当然是低卖 但是它给不到这个低位 给不到50天平均 50天平均平均 大概在50.56 落到这条边就最好了 去扩上去 这个是最好做的 但是现在站在中间 那我们就没什么做 就只有等了 你问我的油价会怎样 都是如果要看的 都是有机会向上的 甚至乎会突破这个搜里面 55点几 继续去做反弹的 这个计算就是黄金分割 你由76.9引申下来 跌到12月24日的低位42.36 这个是最基本的回吐382 看看回吐可不可以再延续升势 即是继续回吐 上到去0.5 59.6 暂时来说是反复一点 那我们去看看美汇指数 美汇指数昨天也和大家说过 我们就等它转身 结果昨天就转身 它又不到97.2 真是碎 去到97.2就更加完美 但是它也做了一棍升一棍跌 这些势头 是不是代表着已经转身向下 我们又不可以这么说 你只可以说暂时来说 终止了由94.87这个升势 去到97就会在这儿横行 就会在这儿横行 满满下如果它要跌下去 它才会跌 它现在就开始消化这段的升势 昨天也算是跌得多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在这段时间继续 高位我就不买了 但是会不会在这些地方再来多次 给机会我们再继续沽 DX 看看会不会回落 但是其实我们来看美汇指数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要看Ulo 你可以看到 其实是因为Ulo 建底回升 昨天的Ulo做得不错 如果在图表上 在日线图 你看得很清楚 破脚穿头的势 这个就是破脚穿头 前日最低11.264 昨天最低11.257 低过去 前日最高11.13.31 整个包住了破脚穿头 那破脚穿头是否代表一定向上的 又不可以这样说 只不过我们可以知道 1.257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持位 短期内应该不穿的 不穿的情况之下 这个破脚穿头 是会显示 你看到Ulo就是这样 跌到下去 一出一只大洋竹 上回来就开始启动 这也是的 一出大洋竹 跌了一只大洋竹 一只大洋竹 又会开始启动 希望看看有没有机会 Ulo再上回一点 1.257就是你现在的止蚀位 如果现在召唤 就1.257来做停止 那Ulo现在整个势头 就未扭转 就要等整个星期远 他由落到200V 叫做爬上来 但是还未爬上去 还有两天 今星期看看他会不会再爬高一点 上回去今星期的高位 都未够 上回11.13.87 87太高了 上回11.13.36 下回11.13.50 会比较好一点 做一个倒转 随头下一个星期又再看上去 不过说得差一点 其实自从11月 或者你可以这么说 10月底开始 跌下来这一格 1.15下面至1.13 都基本上是反复上落 跌下来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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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一滚黑一滚白一滚黑一滚白一滚白每个星期都这样玩 他又没这些边出现 都是这样上落 其实美金都是反复上落 你现在的美金也没抽穿98 也都下不穿95 就在那3元上来上去 那现在的URL就是这样 上不到1.15 下不到1.12 就在这里打波自己 高股低渣 那看看多拉耶铃 那多拉耶铃就很坏 股市做得好 被它拉了上去 那美金又不是很强 但亿元就强,抽到上去,现在中了 这个100元移动平均是11080,就是这个位置 望日线上又担心它还能升,抽到138 沽了的都选择,没办法,放了止蚀在这里,斩也没办法 现在正在上去,就由它上去了,就不要加了,不要挡 沽了的话就由它坐了,就是这样,看看可不可以出现转身 始终都是要等它转身才可以做的,美金又不是强得那么紧要 是因为股市做得好一些,交叉盘可以做好,而令到多日元走上去 看看傻榜,傻榜一会儿出现很多数据,看看可不可以捕捉到傻榜 会不会是经济数据一会儿好呢,大家留意25点半 你看到榜昨天最低做到1.233,出现一个逆转 今天最高做到1.2924,也算是做得好的 但是一次过扭上去就不可以,今天星期开始是1.2950 暂时来说都是受压,看看数据会是怎样 接着澳楼会是怎样呢,澳洲也算是企稳的,昨天也算是企稳 今天最高弹到7.136,但是你要它爬上去7.150流上 或者7.12流上,暂时有些压力,它始终都是大棍压 再加上澳洲央行都表示,它会有机会去做减息 说你也不相信,它说减息的当然令到澳洲跌了下来 但是经济数据,究竟它和中国的经济是否真的做到这么差呢 A股行得很好,澳洲现在暂时站稳了,但是未上去 稍微一直都说,纽西兰是最好的,纽西兰真的最好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你看看图图就知道了 你看看今个星期,纽西兰是怎样的 上个星期是陪你一起,全世界非美货币 美金收上去,全世界非美货币都下来 纽西兰落到0.6729,今个星期落到0.6720 但是在今天,这个就是今早早 今早早8点多钟,还在见6、7、30多 一口气泵到上去6、8、52 暂时来说,市场是转转的 看看可否再出一支棍,继续持续向上 看看明天可否保持住 看看加指,Dollar Can 会是怎样呢? 我们看到Dollar Can 暂时来说 曾经落到这个比较低的水平,13、194 它都是根据美元跌了下去 右价就没有特别,令到它也没有特别 它反复偏远,站在这些位置 当然我想它再跌深一点,是因为美元的问题 不过现在就不要炒的,加指,现在在这些位置不要炒的 最后区人士和大家去看看CNH 例如鲤岸人民币价,我们昨天也说过 去到6.83,这一转它就不要跟着美金 它有它自己的性格 当美金抽得很痕的时候 上到接近97,它都不肯抽 它去到6.8091 我也看过,上6.83的机会不太大 现在坠了下去,反而它下来就跟着美金 究竟是美金跟着它,还是它跟着美金 你看到鲤岸人民币的价格 现在最低是6.7590 在做6.7709 技术上似乎在这里还行 然后会不会有机会再继续跌下去 现在就是这样看 现在就是这样看 你看到在周线上 除了这个星期下跌6.7 做了一个强力反弹 反弹完之后都不能够承接 去到这一刻都压住了在6.77 上面10个月叫做压住它 暂时来看,人民币都偏向强的 相对是强的 看看美股,美股真是厉害 厉害得不得了 先看了纳指 你看到纳指正在做7050 现在在哪里呢 先找一条线 给你们看 现在还有一个位置 一条200天线 你看到红色那条 一条是2.5 一条是2.5 一条是2.8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支持位 来到去年12月跌下来 还没爬过上去 最棒的那次是去到12月3日 曾经上过去最高 去到7.139 接着就全部跌下来 你现在也是 爬到刚刚好200天线 200天线是在做7062 现在就是刚好到了 刚好到了 能不能够再继续爬下去 即是50天 能不能够再继续爬下去 那就要看今星期 但在日线上 这个200天 看看是否能够撞到阻力 要到的位置 到了 昨天还没到 昨天还没到 今天就到了 全部到了 看看Dow Jones Future 涉及S&P S&P也是一样 看看日线 你看到它有少少抛开了 有少少高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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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天 250天 大概是在做 昨天的顶 就已经是 现在在做2752 有少少超过了 其实它在44 差几点了 那位置大概在2744 2745 这个位置 昨天的高位就是 今天有轻微叫抛高 那亚洲市场做得这么好的 那是否 衷景着中美可以达成协议 而令到股市继续向上呢 那我们现在的确是看到 它有少少破位的 那个问题就是 今晚能不能够再延续了 那看看Dow Jones Dow Jones是怎样呢 它既然叫破位 今天最高做到255.33 你想想 昨天还在说25000点 昨天早上我起床 我也跟大家说 7点多的时候 看25002 就是最低的位置 7点多 那接着你想想 现在抽了500点 2% 这个是Dow Jones 那我硬去说 是否要没有阻力呢 在现在这儿 就是我今天的学生 都常常都问我 阿sir 上面还有什么位置阻力呢 是否要数到26000呢 那我就觉得不是的 暂时未是 我们会找到 暂时 在暂时 看看画得好 没有线 这儿画得一样 画完你就知道了 暂时来说 我们都会去看这些位置 咦 为何 select to point 好了 先把这张图图 画完给大家看 大概去到这些水平 我们就会出现一个阻力 现在也是 究竟你信不信他 这个位置 究竟是不是一个比较完整些 或者公整些 用这条呢 不过这条有点尴尬 真的硬划出来给你看 因为其实它已经破了 平均线又破了 我们硬要用这个十一月头的顶 去十二月头的顶 这样滑过来去给你的 那就还差一点点 看看Dao中心 会不会再进一步向上 但是暂时 你说去挡它 去挡个美股 就有些风险 就是港股 股市真的强的 但是你说要挡它 去沽回它转头 不如让它转身先 它一直都没转身 我昨天都想它转身 都是不转 是都不转 今天看看有没有机会转 好了 那外围的情况 跟大家看了 大家关注一下资商所微信公众号 接着我们回到亚洲市场 看看市场究竟会是怎样的 常常拍我喝水 好了 那我们去看看亚洲市场 开了一幅图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阿爷来的 A股来的 A股破位继续上去 其实它也上得很厉害 你想想一下 1月31日 接着呢 接着呢 你又看到2月1日 接着2月11日 它放完年价之后 一放年价 开在哪里 我们不是说过的 在放假新年之前 去到前星期五 我就跟大家说过 我们的港股困难的地方 就是我不知道阿爷开在哪里 阿爷可以低开上去 可以平开下去 但是如果它平开一走 我们要跟着它一起走 结果它真的没有停过 永远 想着它看到2703 结果今天最高做到2727 有理没理 直冲 这些裂口 是否要上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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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天线呢 我们再继续那里 200天线出来给大家看 阿爷 200天平均线呢 现在是在做276 现在的距离上面呢 还差四十多点 究竟是否会上去那里 但是怎么说也好 它的而且确 真真正正 我们也是早前看到的 箱底破阻力向上 真的箱底破阻力向上 看看这个势呢 现在的问题 我不是认为它会跌下去 我不是认为它会跌下去 问题就是 它究竟会不会在这里 做一个透气呢 会不会撒一撒仓做一个透气呢 基本上很多人去到现在 这一刻都看到 A股是怎样的 上去 但是未发生的时候 A股是怎样的 我们都未能够确认 但是我们如果早点的情况 我们其实在这些地方 就已经看到它上来 一直看到它上来 问题就是 到一级 停一级 到一级 这个位置停了 会不会再爆 再爆再去 那来到这里 是否会停一停 是否会喘一喘气 毕竟 说真的那句 由1月4日 今年至到现在 1月4日 你现在说的是2月13日 中美贸易协议的90天 你看看 由90天开会的时候 如果你是由12月1日开始 当时A股仍然在做2,650多 那特朗普在那里笑过 笑过A股 说A股跌了多少 因为贸易战跌了多少 你看看 现在抽到哪里 基本上就拍戏地拍了 你慢慢上来 在做2721 看看下一步 可否再进一步上去 再看港股 港股也是 我们昨天再去看 它的回吐0.302过了 会不会再上一级 去到0.5 那条250天线 没有那些平均线的 再来多一次 看不到那些平均线 出来给大家看 好了 看完那些平均线 我们现在看到了 你可以看到了 那些平均线 我们昨天不是说呢 我们希望它做了250天线 你们去吃糊的 那吃了糊之后 我们就要等了 究竟还有多少 结果它衝起来 今天很早 昨天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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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开波 一开波之后 你看到昨天还没到 一开波那条250天线 昨天是28368 一开波就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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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去到28,400 即是差不多去现货 就去到28,400 就停下 刚刚到了的话 接着下午再进一步向上 上个28,500 技术上是破了 破了 进一步上去 直接收了在上面 那我们就要看 今天明天开波 如果要继续上去 这条250天线 应该会做到我们的支持 爆上来也是一件好事的 爆上来 如果延续升势 今晚美股没有什么特别 再继续向上升 不是撞第一回头的话 我们就会有机会 再进一步向上升 我们进一步向上升 那条件 就一定不能回到250天线 如果回到250天线 这条件是假突破的 那250天线 大概在235多 看看这个235多 可不可以守得住 看看周线 我们看到这个周 今星期正在进一步向上升 是否要完成整个跌幅里的回吐0.5 这个位置就在29012 你将33484加24540 随二就是这个位置 29012就在这里 看看下一步是否会继续上升 暂时来说 我和战斗员说 去到这个位置 我们停一停 停一停 看看市场是否可以承接再向上 明天再开一枝阳烛 假设明天开在2804 好像平开 2804.97 假设美股 是没有特别的 今晚是完全不动的 明天开在2804 开在2804 我们用紫色摆很少 可能50点 100点就知道他走不了 现在暂时来说 那个势都是好的 不过我略嫌 如果说真的 你有所谓的超买超买 现在就真的超买了 非常之劲 抽到上去 去到差不多28500 这些位置真是高 近四个月以来的高 如果真是憧憬中美贸易协议 是达成共识 或者是基本上 可能是购买时间的 在现场时间 再给你90天 那要看看市场 对于它的消息面 是否接受 原来还可以炒的 玩到你90天 再玩到你180天 那就写下三年又三年 这个贸易战永远都不能解决 那就写下看看市场 如何去解读 还有一个问题 3月1日加征关税 是否会加征25% 还是会维持10% 延长90天再继续谈 这个也对股市有颇大的影响 看看后市会如何 至于这个角指是如何 现在暂时来说 我们看到的角指 刚刚好 到了一条250天线 你说穿了吗 又未穿 刚刚好 我们也说 112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过去近半年以来 都未中过 今天最高做到了 终于抵累了 11220 虽然说收回是1199 但是技术面上真的碰了 碰了 看看能不能够站在上面 再继续走 等于A股 A股冲穿了2703 下一步是否2703 上去2768 继续延续向上 如果它走到好的 又漂亮的 A股又好的 恒指又上的 这个角指 就不用考虑了 爬上250天线 向上面做 你说上面做 还有什么位置 我们去看看图表 现在暂时来说 你要数基本上就没有 一数 难道去到118 去到这样的位置 这些位置就有点多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 在这里揣定 如果它不缩 真的要向上做 其实基本上 不是输很多 我们也是用250天线 来做我们未来的支持 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继续向上 各指都叫做兜好 不过它真的略嫌多 我嫌它多 就是说 我们今年1月4日 自己有数得计 一到年头 1月3日 最低做9761 你想想你现在在做什么 已经11,200了 你计算数就知道 它走了多少% 一支村民战 继续冲上去 好了 看看股票 今天有些特别的股票 是什么呢 就是700 你看到700抽不上 我和你们在任何节目都说 如果看到360元 市场上去看到360元 我们再沽多它一注 看看有没有机会 穿不到250天线 而走下来 给你360元 给你毛利 你不用置意 你看到它 大市恒生指数 扯了几百点上来 你看到700做了什么 开349.2 最高350.04 下来347.8 我来收市 哪里有机会给你 你看到很特别 今次就不关你 腾讯事 上面250天 整天都想在接近这些位置 我们去沽 输几百元 就输给你 但是你不给我沽 你最能沽到的位置 我当你最能是353元 看看周线 700会是怎么样 你也看到了 保持50周 上面好像在弯下来 顶着它 是否消化好 然后等大市再继续向上穿 下一步才轮到它去穿 还是它是第二梯队 首先是经常都说 第一梯队也是它 它就抽到上来 来到这些位置 带了恒生指数 由低位上来 388也起动 但700没有起动 换手将接力棒交给哪个呢 交给5号仔 我们看看5号仔 5号仔 5号仔跌了上来 但是它未来就有业绩 接了5号仔 今天5号仔就很厉害 早几天都和大家说过 上星期五就是这一棍 代表着它会有机会再继续上升 走得英俊 继续上升 今天最高做到67.4 看看有没有机会乘接再继续上升 5号仔也叫做英俊 看看其他的问题 1398会是怎么样 内银股叫做五玉 就算你今天上升到6.03元 我也觉得它一般 看上去日线 但你看看周线 抽都未抽得起 前个星期做6.1 还未抽到 抽穿6.1 力度不足 接着我们看看3968 今天没有人问过我 招商银行34.4.5 叫做抽的 周线走得不错 上升高一点 力度也有 上升高一点 最高是做到多少 最高是做到34.6 上一次高位是34.5 刚刚上升高一点 看看有没有能力 再进一步向上 不过内银股 其实是不够力的 看起来939 我们只可以说它站住了 今天升了320多点 你今个星期都是开279 即是抽了六八点 第三天 抽了六八点 但内银股真的弱 由上星期五来说 是有得上 不过力度不高 你不跌 但你要想想 恒生指数抽了多少 五六八点 如果算上星期五还夸张 你想想上星期五 刚刚年初四回来 我们的恒生指数下跌了27530 10天线27530 今天上升了2530 走了10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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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1000点之后 你看到内银股走了些什么 跌了很多 就是给了跌了很多 原来就是这样 A股抽得很厉害 内银股在哪 跌了很多 就是这样 看看27 今天有没有抽 2755.6 也算可以 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继续向上 这些股票也不太差 2318也是很复杂 78.1 叫做上升 叫做英俊 高过昨天的收市 甚至昨天的高位 叫高过的 站回78元 也算可以的 看看有没有能力再爆上去 上面的阻力位 早前是78.3毫半 看看去到这些位 可不可以再跌上一件一件 一件80元 我这个要看的 不过我对于大市 还有没有能力向上 我有怀疑 是否出现喘气 这些股票有没有能力再向上 现在看到是顶住了 未看到它转身 但是会不会停下 1093也是 你看到 爆开了 这样看 昨天叫帅子向上 收13.92 今天一开14.18 叫跳开 跳开就好 没问题 跳开继续上 我们去看 不是很远 我们去看14.7 可以不可以 它结果做到14.3 收回来14.08 其实是不靓的 在日线图里面 这支棍是不靓的 如果明天落回14.14 以下 那就变差了 会有机会见顶 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药业 都还可以 11.177 又不是太差 开了高位 但是不承接 但是你说下什么 它还没下 接着 还有189 那些 叫什么 东岳 突破牛熊分界线 大市 大牛市 重林 恒指上破3万点 Michael 你也想 你也想 其实我这样说 我不是看市会回头 我希望它有机会出现一个喘气 我们不是看到山顶 我们希望在这里 究竟是山丘还是山顶 在这里 应该要停一停 停一停 如果你想市更健康 上去3万点 甚至你想它 在去年5月的跌 30300 大家都知道 我看到上面有个跌 如果过了29,000 就30,300 但是在升之前 我希望市在这些地方 做到一个调整 调整完之后 即是 你想再拉长一点 不是不行 缩短一点 才再拉过 现在就拉得很紧 现在就是在这个情况 那2018是什么 2018是什么 保持个势 再继续向上 这棍走得好 我们2018 上到56.5 57.19 就是100T moving average 其实都勉强都叫做到的 那些位置 又是空间不太多 那看看Ben E 你怎么样 全部好仓已解决 再等信号 哇 恭喜你 你真的好听 我听到你 我知道你在低位开始买上来 今年年初开始 你在低位开始买上来 慢慢一直买上来 慢慢做好仓 慢慢做上来 那这个 其实有时就是这样 我们做交易就不要去执着 就以为市场 我觉得市场会怎么样 市场告诉你 顺势而行 我们没有任何动作 只不过水流向这里 我坐上去 一路飘上去 就是这样 大市是不是调整完畢 我也想调整完畢 之前吹到很厉害的不利消息 是不是假的 你又不可以说不利消息 大家要记住 这个点 你们一定要了解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 就是分析还分析 做吹还做轻 分析是在说 周宣 在《威威》节目的 《威威》说的债息倒挂 都要说年半至两年之后 才会反映到债息倒挂的 经济数据都会在那时候出现 最快都会是年半至两年出现的 你现在走了那几个月 我都说过给你听 就算今年年初 一月初的时候 跟大家说 如果市场是要 今年12月30日 真的跌落两万点 甚至说到更差 只剩下四个位 就算真的会发生 我现在有水晶球 告诉你 我真的看到了 12月30日 真的只剩下八千八百八十八点 恒伸指数 真的 我不知道想了什么 真的会看到 但你过不了现在这一关 现在先上后下 你过不过到先上 后下 你以为可以 接着下去 下面下到很低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人都会说 我一早跟你说 今年的市场是要下跌的 对不对 你看到真的下跌了下去 那点是什么 那点就是你根本就捱不到 那我想问你 你捱不捱到上面 跟往年一样的 你看到去年一月的时候 你看到那些人都说 一股不漏 什么股票都不开 今年是出现熊市 一月在做什么 在开三万零八十几点 抽到上去 三三四八十 那里有三千四百多点 那里没有事发生过 对不对 那里没有事发生过 如果在三万点的时候 所以我们说来说去 做交易的时间是重要 我们要拿准的时间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时间 我也是这样说 你可能注码很大 你可以解释 我只不过是跟一些老人家 或者持有十货的人去说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但是你说清楚 那不是炒牛熊镇 你说清楚 市场是去到现在 我还是 你坚持还是看熊市 没问题的 我都觉得可以的 你可以这样看 但是你说清楚 现在是熊市 是不值得买货 我是对于老人家来说的 是不值得买货的 在现在这一刻 因为市场 在基本分析上 都是看得很淡的 但是下一步 你不要叫老人家去找熊镇 千万不要 是糟糕的 你说对冲可以 对冲股票可以 你叫人不买货可以 但是没得买 熊镇 好了 全世界上回天堂 是的 全世界上回天堂 好了 让我说了很多 说到市场5.06分 好了 经讯通讯 说完这只 昨天做得不好 说了给你听 见了顶的了 留意一下 不是那么容易破 昨天2.222 不容易破 看看有没有机会回落 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 388就不破了 有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特别 788 3933 388 388 不要挡住 不要挡住 输时间输到你暈倒 是的 不要挡住 绑用 绑一会儿再回答你 是主持人来的 好了 没有特别东西了 没有特别东西了 大家看看 去到现在这个位置 你看看市场 究竟可不可以维持到 在250天线上 站稳了 当你站稳了的时候 我们下一步 都仍然有机会 再进一步向上 记住记住 不要乱去挡住 他真的要等市场 我们在坐船 几时达到我们决定的方向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鸡 好了 以上的股票我没有持有 多谢大家 拜拜